干货全拿走,开店就表钱 大家好,我是平东王老师 今天教大家做卤猪蹄 卤味从颜色上封白卤,红卤和华卤 今天我们教大家做红卤 首先我们处理猪蹄 今天我们选用的是甜腿猪蹄 买回来后,烧毛,然后刷干净 用清水浸泡3小时 开水下猪蹄 为什么要开水下锅呢? 只要为收紧猪蹄 保证里面的水缝不流失 这样卤出来的骨蹄口感更软弄 煮5分钟左右后,捞出 然后再自然化凉 接下来我们炒糖色 凉豆油加冰糖 今天我炒糖色用的是冰糖 因为冰糖的糖色着塑力更高 不停搅动锅底 炒到冰糖融化成液体 继续搅动 不要停 等液体表面 看着慢慢起沫后 加入水 然后关火 这样我们的糖色就炒制完成 接下来我们还要做一个葱姜油 葱姜油加到五塔里 煮出来了猪蹄更油肉更香 锅内豆油加入猪油 烧到融化 然后下葱段姜片 用中小火不群搅动锅底慢慢炸 把这个香味融塌到油里去 炸到微黄后捞出 前半不要倒 等会要加到香料包里去 然后关火葱姜油就制作完成 接下来我们配置一个香料包 这次卤猪蹄好不好吃的关键一味料 这个香料包有八角贵皮小茴姜等等安逸进的配品 配置好长 这几配方我已经发在屏幕上了 还有一味料很关键 红区米 红卤的红色 就来源于天然的红区米 刚才炸出来的葱姜加入料包中 炸紧后的香料包用清水浸泡10分钟 接下来我们开始去卤汤 卤固体 一锅20斤的高汤加入红区米包取色 不勤搅拌让它出色 取出红色后捞出红区米包 这个红区米包可以重复使用 再加入我们用冰糖炒好的糖色 加入撒点盐 不停搅动等盐融化后 再加入我们包好的香料包和炸好的葱姜油 最后下猪蹄 压住料包 让料包不要飘起来 全程保持这样咕咚的状态 用小火100分钟 这个香料包最少配20斤水 最多30斤 少于20斤料味太浓 多于30斤没有料虾味 全程用小火 把虾味慢慢的净出到肉里去 全程用小火卤出来的猪蹄 口感更软淡 而且皮不硬 接下来我们就慢慢的等猪蹄卤熟 一百分钟时间到 出锅 一百分钟时间到 拿出笔子 捞出料包 鲁出的猪蹄 颜色红亮 特别美 鲁出来的猪蹄 颜色红亮 看着油露 特别美 筷子能轻轻扎扣 特别软烂 这个卤汤可以重复使用 形成老汤 卤中期越卤越香 这个卤汤要稍微管理 让它不坏才能形成老汤 老汤刚才也强调了 主持期越卤越香 这个卤汤怎么才能不坏呢 每天早晚隔烧开一次 才能形成活水后 这个卤汤才能不坏 今天卤猪蹄的教学 就在这里 如果您想了解 学习更多餐饮 开店方面的技术 请持续关注我们